今天的論題是香港青訓教練的角色 為了討論這個問題 我找了不同界別的青訓教練 去講一講他的心路歷史 當中還有些驚喜 想知道有誰? 看影片就知道了 作為香港足球推廣的青訓教練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你們是現在的小孩 小朋友、青少年的啟蒙老師 你們的支持他們去學習 除了足球技術之外 還要學習是怎樣和人們合作 因為足球是全體的比賽 所以作為一個青訓教練 我相信對未來那群青少年 參與足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這裡我一直支持你們 加油 我想其實眾所周知 足球都是在最年輕的階段去做起的 所以沒有一些好的青訓教練 其實對將來足球職業的路徒 走得不會那麼順 所以其實一直下來 我們都比較著重在青訓方面的看法 如果苗子培育得好的時間 將來代表隊的水平自然一定高 所以我們一向都覺得 青訓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青訓教練這個角色 其實我相信比香港隊的教練更加重要 作為一個青訓教練 第一件事就是 你有沒有心去為了年輕球員的發展 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覺得 我們現在香港青訓的教練 都是為了一些青年的比賽 冠軍而去訓練的 而不是去著重在他個人的技術方面去培養 其實我們是教他踢球 多於教他去贏一個冠軍 我想作為一個教練的條件 是一定要自己都很喜歡踢球 還有就是經常要去學的新東西 因為現在和我們間時踢球的年代不同 現在是很多的可以上網 去看到很多新的教案 甚至乎我現在做教練 我都會上網去看看 有沒有一些新的 可以讓小朋友去學懂多些東西 還有我都是有一句 忠告我們教練 或者小朋友那些 英文就是 Don't say no before you try 很多未嘗試去做 不要說不行 因為很多想做 但覺得不行 但應該是嘗試去做 先看看行不行 現在正在上司牌的朋友 你們一定要加油 我相信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其實當一班球員退役的時間 你一定要有一班後起之秀上來 才可以接到鬼 但這一班人接到鬼之前 就是需要一班清訓的教練 去密密耕耘 才可以出到球員上的一隊 所以其實他們是佔的角色很重要 雖然未必每個人都認識得到他們 但他們在後面密密耕耘 是很大 很勞苦功高 最辛苦的 其實 一 你職業隊和清訓 其實是很大的對比 因為小朋友他們的情緒 他們的學業 你要很細心去觀察 留意他們究竟 每一天發生甚麼事 還有你要很細心 要很細心留意他們每一件事 因為他們可能 這場球看得不好 其實究竟是甚麼原因看得不好呢 是否因為上學的問題 學業的問題 還是因為球場上的問題 但你回去 其實職業隊 我不需要想這些問題 你看得不好 那你就一定要交代 所以其實做一個清訓的教練 你各方面都要很細心 包括就算行為上 技術訓練 這個必須要有 但行為上是怎樣 因為行為最終取決於 它能否成為職業足球員 這是一個佔很大的比例 對於我來說 因為其實香港有很多 有天分的球員 但在之前怎樣去教育他們 究竟他們是怎樣 有個操守 要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 不是單單只是說 你踢得 我練足球 我好球 我就提拔上去 不是 但你上到一隊的時間 他們的行為操守 會否跟得到職業隊 這個其實就是他們的關口 因為如果你作為一個 職業隊的教練 你一上到來的時間 如果有很多細節上的東西 你達不到標 那其實一個主教練 就不會用你的了 這裡不單只是說 技術和你聽不聽得 是說行為 職業操守 在跟衣室裏面 究竟你要做些甚麼 這裡其實所以是很多範疇 簡單說兩個字 堅持 可能我們做清分 假設一隊球有20個球員 我相信不會有20個球員 都可以踢到職業 如果這20個球員裏面 有一個可以上到一隊 我們已經是很成功 很成功 但是我們怎樣去栽培 這一至兩個球員 就是要靠你們 你們的耐心 你們的細心 你們的教育 甚至乎你們 你們怎樣去栽培他 這個所有的細節都很重要 我希望 我們所有的同業 大家都加油 因為 我很相信香港 其實是有人會踢職業足球的 是只不過我們 有沒有心去做這件事 有沒有心去發掘 還有最重要就是 有沒有心去栽培他們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 職業足球員 我不希望香港 沒有人踢球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就 會很悲哀 我會覺得 會很悲哀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加油 努力努力 各位青訓教練 你們是佔獎 香港足球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最重要你們的心態 不是表現你自己 青訓教練是說 你怎樣去訓練些人 令到他們踢得好 就是正確的方法去做 否則 你拿九個冠軍都沒有用 那這些是 未必教到新的球員 只不過你是找到 一班好的球員來 一起去打 贏冠軍 這樣對香港是沒有作用的 好